近日向来形势低调的王妃一反常态 还有的在微博以夫妻援金之词 宣布与李亚鹏结束八年婚姻生活 消息传出后震惊全球 有消息称向来爱情专一的王妃 无法忍受李亚鹏花心的性格 之前苗普和一位花店女老板 都曾与李亚鹏传出过劈腿新闻 昨晚微博上曝光了李亚鹏离婚后 与一众朋友现身巫视某著名高档KTV最大的包厢 与美女孩哥的劲爆照片 春十三号到晚 李亚鹏与一众朋友现身巫视某著名高档KTV最大的包厢 叫了四个小妹和两个公主 与几位美女嗨哥 照片中显示李亚鹏确实在KTV 当晚他身着短袖T恤 两朋友美女相陪 李亚鹏手拿麦克风 自我陶醉的在忘情歌唱 似乎没有受到离婚的影响 据悉原定十四号返金的李亚鹏放了媒体歌子 连续十三十四号两晚在KTV与朋友唱歌 对于此照片和传闻 媒体记者致电李亚鹏助理唐小姐 却一直无法接通